毛丹 毛丹是1985年加入國家隊 是1985年的世界杯比賽 以及1986年的世界錦標賽 毛丹是中國女排的主力球員 1993年 毛丹離開國家隊 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 期間他還在意大利參加一支球隊打球 另外在回國之前 毛丹也是參加在1999至2000年的 意大利排球聯賽 在回國之後 毛丹曾透露自己年紀已經很大 兒子已經有三歲那麼大 而且自己離隊那麼多年 對目前女排的情況就不是那麼熟悉 去年他肩部又受了傷 如果要跟上國家隊的訓練 是一定難度的 但毛丹同時也說 如果中國女排需要他的話 他就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投入訓練和比賽 我們問過女排主教練胡俊 為什麼要毛丹再次入隊 有一個 因為他在意大利打球 從去年90分到現在 他一直沒有間斷訓練 所以從 您在史努丹上 您是怎麼想的 還要繼續觀察一下 繼續觀察 我們的主要意圖 還是希望 咱們在接應位置上有所加強 因為接應位置上 是它的長處 因為它的快變戰術 也是很有特點的 所以在這位置上主要考察一下 那是不是這個 在接應位置上 要比單單打自由人 要要求的各方面 更要高一點 因為他這樣就打全場了 在接應位置上就要打全場了 這樣的話 再加上我們原來有自由人 我們的貨牌也加強了 所以就是整體水平 我想會 就發揮起來會更穩定一點 因為畢竟烏丹的技術 戰術和清戰應該是沒有問題 它現在主要問題就是一個體力 就是說打這種賽會次 能不能連續打個三場五場 甚至更多場次 第二就是 無論主教練或其他教練 也都是全身大汗 那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應該相信 中國女排的優良傳統 就沒有因為暫時的錯字消失到 說回胡俊 無論是否有多說話 他將從1984年開始 教練生涯到現在 十幾年來的甜酸苦辣 泳慾艱辛 有一位穿白衣的 就叫做陳忠王 從袁偉文執教中國女排的時候 他就在隊裡做陪打球員 郎平執教的時候 他是做助理教練 現在仍然是助理教練 這麼多年來 排球一直是他的生命 但是他完全沒有埋怨或後悔過 不過他亦都希望 人人都持有相同的心態 所以他對女排隊員 亦都沒有絲毫連香蜥肉之心 在晉身奧運的資格賽裡面 中國女排暴露出最明顯的缺陷 就是在對著歐美隊伍的時候 後攻難防的能力比較差 所以加強防守技術的訓練 就更加逼切了 中國女排靠著亞洲球隊 快速多變的典型打法 首先從氣勢上壓倒對方 但如果不能夠有效抑制 高大的歐美選手的沉重叩殺 主動拳就會消失了 好,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 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才看到他們放鬆了一點 是放鬆一點 我們這邊穿得算 你們小學發了兩米半的線 我們穿得往那邊 我剛剛發在三米線以內 就不算了 一圈是我的那一圈 就不算了 好了,又開始進入 無以實戰的訓練課程了 雖然不是正式比賽 不過這個是檢驗單項訓練效果的時候 也是訓練運動員 綜合運用各種技術的時候 這次參加適年奧運會 中國女排的主力陣容就會是 主義傳手何奇 主攻手孫悅王麗娜 副攻手吳永梅陳正 接應義傳手邱愛華 自由人李艷 主要的後備選手就是 主義傳手朱韻詠 主攻手欣欣 副攻手李珊 桂超賢 當然老將無丹也會在必要時 會披甲上陣 至於中國女排的長處 他們是另一支攻防技術 比較全面的球隊 他們發球速度特別突出 現在的中國女排 和世界強隊相比 在強攻和後排進攻的能力上 顯得薄弱了些 特別是比起現在處於頂峰時期的 古巴、俄羅斯和巴西 中國女排想贏球 就一定要改善這兩方面的缺點 對於這一點 中國女排教練和他們的運動員 都很清楚 比起場上的訓練 這種訓練 是顯得特別膚躁和擁場的 不過中國女排 每一次都是這樣堅持著 為了加強她的力量 為了提高速度 為了能夠在比賽中 出色地完成技術的動作 他們一次又一次練習 中國女排 是一次經歷過嚴峻考驗的隊伍 他們象徵的是真正意義的體育精神 拍攝中 動作 拍攝中 拍攝中 用攝影 拍攝中 切 切 切 去 去 都不能有分毫的误差 荷兰的男子曲棍球队是上届奥运会的冠军 女子曲棍球队是上届奥运会的亚军 可以看出荷兰国内曲棍球队的普及 而我们国家目前的女子曲棍球队只有六七支队伍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如对方 大家注意到头上缠着一个白色绷带的中国队的八号杨慧平 她的个人技术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她控球娴熟 一个人突破对方多名队员的防守 造成对方犯规赢得任意球 那么任意球发出 对方挡出底线 中国队发脚球 荷兰队的14号是塔特 荷兰队的技术也是相当好的 曲棍球呢有点像是草地上的冰球 又有点像是冰球场上的足球 因为上场11个人 而且一般的阵型呢都是采取四后位 这种阵型 在过去有越位规则的时候呢 和足球更为的相似 15号是中国队的侯小兰 刚才在这个短角球的过程当中 她的推球技术运用的相当好 短角球呢必须把球推出来 而不是打出来 中国队强大的进攻压力 迫使荷兰队直接把球打出了中国队的端线 这是荷兰队的主教练李赛特 中国队刚才进球的8号杨慧平呢 代表中国队打过190场国际比赛 好的一对一的机会 但是球没有控制住 15号侯小兰还在把球控制住 侯小兰犯规了 曲棍球比赛中是采取两名主裁判的办法 每名主裁判各负责半块场地 以中线为界 并且同时呢兼顾自己所站的这一侧的边线的判法 而且呢上下半场呢 两个队交换场地 但是裁判员并不换边 荷兰队 刚才这个球呢是中国队的后卫队员呢 用球棍拦住球 对方呢是击打中国队的球棍 这样处裁判 裁判员之一 判他们犯规了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十七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第一轮第二小组中国队首战荷兰队的比赛 现在呢上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大约是二十三分钟 因为这个比赛呢是采取倒计时的办法 所以从三十五分钟开始计时 倒计时 现在呢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二十三分钟 但是由于我们不在现场转播 看不到现场的计时表 不知道中间裁判员有没有停顿这个停表的时间 那么现在中国队那是一比零领先8号来自广东的杨慧平打进了一个球 中国队进去对方射门区里获得机会射门 这是球打起来了 打到了这个膝盖以上的高度打高球是犯规的所以对方发任意球 中国队今天 二十岁的前分侯小兰是作为唐春林的替补上场的他发挥的相当不错 在刚才的短角球得分当中他是 推拉球的推球的技术运用得非常好 而且在风线上很活跃 现在中国队已经有四次射门设政了 而荷兰队只有一次 从这到目前为止的比赛情况来看呢 中国队虽然在过去的成绩上不如 传统的强队荷兰队但今天发挥的不错 中国队后防线上的核心呢是二号队长龙凤宇和三号 三十三岁年龄最大的老将杨红兵 杨红兵打过一百八十场国际比赛 在队中呢是仅次于杨慧平 特兰队要求换人 陶路纳是以预赛的第一名晋身决赛 可以说占了极之有利的形势 曾经奪得九八年世界杯总决赛冠军的陶路纳 她的师傅是在十六年前洛杉矶奥运 为中国奪得第一面金牌的射击名将许海峰 陶路纳由第一枪开始一直领先到尾 二十枪的成绩 最差的一枪都有九点三环 最后以总成绩 四百八十八点二环 赢了蓝斯拉夫和澳洲的选手 为中国奪得今届赛事的第一面金牌 对我来说心情上面和自己感觉上面都 奥运女子足球的初赛中国一比一逼合了美国 排小组的第一位中国美国和挪威 欠两个的出线席位张志浩报道 红三的中国在上半场踢得很积极 本来可以凭着一个角球开栽 可惜金牌把握不到这次攻门 相反美国队在三十八分钟 亦都是凭着一个角球打破门局 队长科迪面对中国四个后卫 跳高轻松一顶入网 领先一比零 落后一球的中国在下半场全力抢攻 终于在二十一分钟 孙文一脚美妙罚球射个人场 梅利斯怕到纵微弹入 追成一比一 我们由另一个角度 欣赏一下孙文这个精彩佛球 接着中国几乎输个冤枉球 美国的墨比在暗局一挑 刚好中了范韻杰的手 球证马上判法十二码 范韻杰看来不是有心用手 美国由利利操刀 幸好高雄捉到路破岛 为中国力保不失 最终双方打黄各得一分 经过这场比赛 中国和美国一样一胜一黄 只要在最后一场 和罗威就可以出线 亚洲电视记者张志豪报道 游泳比赛的第二天 产生了三项的世界纪录 队员先下来 在场边可以自行换人 荷兰队刚才是换上了一个三号 瓦尔特替下了九号迪奥文 荷兰队的十四号塔特 参加过一百六十场国际比赛 进过三十七个球 荷兰队八号 布加德 刚才这个球呢 虽然打进了 但是呢 是在射门区外 射门中途没有其他人 或者球棍碰到 那么进球无效 青棍球比赛中呢 一定要进入射门区 才能够射门 就是在球门前 这一道弧形的线 现在中国队仍然是一比零领先 中国队的守门员是一号 聂雅利 二十七岁 打过八十六场国际比赛 很多曲棍球圈里边的专家 认为他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守门员之一 球棍球比赛的场地呢 是九十一点四米长 宽五十五米 中国队刚才也换了一名队员 开始在 悉尼当地时间下午 一点三十分开始的 北京时间上午是十点三十分 中国队的十二号 五号是中场队员周晚峰 来自广东二十岁 参加过七十场国际比赛 中国队的五号 是陈辉 是一名中场选手来自吉林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为了打好本届奥运会的比赛 在赛前 在去年年底开始 极其女来 承受了超乎人们想象的残酷的训练 这时候中国队十五号侯晓篮下十一号唐春林上 球已经出了边线 十一号刚上场的唐春林 他也来自吉林 他一般是在左边路活动比较多 控制球能力强 能突破 进了盛门区 造一个短角球 从裁判员的手势来看 唐春林成功的到了盛门区里 迫使对方用球棍击打他的球棍犯规 中国队获得短角球 这是仅次于点球的得分机会 十一号唐春林 把球拉进来 停稳 送进来 盛门 打在手边身上 中国队这次短角球战术应该说成功了 大家注意看 队员一定要把球调整到这个 姿势上才能射门 因为不能用棍面射 棍背射门 再传到门前 荷兰队的主角列利塞特坐不住了 今天场上的局势呢 完全不像是 两个队过去的成绩 所说明的情况那样 今天中国队完全站着主动 刚才呢 在门前这个混战当中 大家看到呢 中国队连续射门 这样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已经有七次射政 荷兰队只有一次射门 那么刚才为什么在门前 中国队这个射门 那么短的距离内 不能把球打进去呢 因为正好这个姿势啊 是用棍 棍背 来击球比较合适 但是它一定要调整到棍面 所以呢 驱棍球比赛当中呢 对控制球 处理球 击打球的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 换句话说呢 在这个驱棍球的比赛中 大家可能很少能看到左撇子选手 因为这个 持球棍的这个姿势 棍面和棍背的这个区分呢 使得队员只能用这种姿势 就是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的姿势来持球棍 来处理球 如果要处理反方向的球呢 就把这个棍在手中转一下 棍头呢 是一个弯曲的形状 荷兰队把球挑高 这是犯规的 上半场还有8分05秒 又是荷兰队犯规了 也是球打起来 打在中国队队员的胸口上 中国队的7号黄俊霞 来自吉林 25岁 参加过160场国际比赛 进了12个球 中国队的8号杨慧平 是队中的主力的分手 球打在中国队队员的腿上 出了边线 中国队换人 20号王九雁下 11号唐春凌 好的 再转移 犯规了 这个球呢 也是打高起来了 打高球呢 如果是想不被裁判吹 犯规只有在 就是球的前进方向上 没有队员 或者说打得特别高 能够高过队员的头顶 在男子比赛当中呢 选手们经常用球棍 把球挑起来 传球 传这种长球 但是女选手呢 运用这种技术 可能还 目前还不太普遍 好 中国队犯规 刚才呢 可能也是 这个在后边拦截的队员 用球棍的姿势上 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用这个球饼 或者是用了球棍的 棍被 好的 七号 黄俊霞把球打在 对方的腿上 出了边线 这个时候 王九燕上场 替下了唐春凌 特兰队前场的任意球 中国队今天 在防守上比较成功 不让对方进射门区 逼得比较凶 队员跑动很积极 而且在这个 处理球的技术上 应该说运用的比较合理 上半场还有 五分钟 中国队一比零 领先于荷兰队 荷兰队是 世界女子曲棍球冠军 杯赛的冠军 99年世界锦标赛的亚军 是一支强队 中国队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比赛 在奥运会的预选赛场获得第五 但是今天 中国队员发挥的不错 队员战术执行的相当成功 确实实现了全场紧逼对手的意图 是荷兰队无法发挥他们技术好球性熟的优势 上半场中国队目前以七次比一次的射门 占了压倒优势 而且进了一个球 同时呢 遏制了对方短角球的优势 只给了对方一个短角球 在三十分之外是主罚任意图 这个球堪称是世界球 在男子足球都非常小见的 谁知过了几分钟 美国队是得了点球机会 没有啦中国队这次输定了 哇高雄真是好赢 他连续两次撲出的球 最后中国队是以美国队打成一几一平 中国女足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是挪威队 广东坝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 第一次在奥运量上的拘棋是错体 正确的拘棋 杨子经花反尖并没有倒勾的 但错体那面棋就向来勾 还有杨子经的中央变成原点 令到五片花反看上去就好像黏在一起 香港的委会发表书面声明 华识尼奥运筹委会今年五月 将特区区旗的饰养交给香港确认的时候 礼宾处已经发现出错 当时已经将正确的饰养 包括特征和崖式交给适离再做 香港的委会形容今次的事件是不幸 说插在选手村和其他地方的特区区旗并没有问题 但是开幕礼的时候 就不幸用了饰养有问题的旗 适离方面已经向香港道歉 但是香港的委会对在彩排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错处表示遗憾 又保证以后还有机会 在奥运竞技场上出现的特区区旗 不会再出错 无线电子寄证晓东报导 廉署落案控告房屋处两个建议 好的 中国队的三号年龄最大的杨洪斌 倒地用了一个愉悦救球的动作 用球棍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拨到了观众的掌声 杨洪斌已经33岁了 他在本次奥运会的预选择之前都已经退役当教练 但是为了女子曲棍球运动的生存 为了国家队的荣率 他又重新回到队中 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防守上他是队内的核心 经验丰富 防守稳健 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克兰队前场的任意球 这个球呢是中国队防守一方 在射门区内用球棍把球拦截 结果球弹起来变成了高球 这样呢算中国队在射门区内犯规 荷兰队罚短角球 上半场还有不到两分钟 这是荷兰队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大家注意看 短角球呢不能用击打 只能用推拉 推球的动作 就是把球送出来 现在双方短角球是各有两个 一定要到了这个射门区 这个白线外边 把球由其他队员挺稳挺死 送进来再射门 打偏了 应该说荷兰队这次 短角球战术是成功了 完成了射门 中国队门前出现了一次险情 中国队又把球打起来了 上半场快要结束 荷兰队突入到射门区里 好的 防守队员把球打了出来 好 好的 刚才是中国队的接应队员 脚触球了 三规 荷兰队任意球 谁都没有碰到球 球出了端线 18号杨慧平下 11号唐春林上 大家看 曲棍球比赛的这个看台 坐无虚席 澳大利亚人呢 特别喜爱体育运动 而且呢 这个爱好也比较广泛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传统项目 如这个田径游泳啊 自行车之外 他们还酷爱 这三项结合在一起的铁人三项 另外呢 像 曲棍球 也是他们非常喜爱的项目 另外呢 还有一些非奥运项目 如这个 橄榄球等等 这是荷兰队队员把球碰出了 端线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在上半场比赛中 中国队是1比0 领先于荷兰队 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 韩国人金畅百 中国队进球的是8号杨慧平